Never knew a moment could feel so right Could slow down time like this Everything I needed is in your eyes And in your mind 為什麼人類向往飛行 好想天空又有什麼魅力呢 今天告訴你 首先來聊聊跳傘高空彈跳和飛行傘 我會說這三則裡面 飛行傘最有翱翔天空的感覺 最刺激最可怕的當然是跳傘了 高空彈跳則是唯一需要自己主動往下跳 有關跳傘與高空彈跳詳細心得請看右上資訊卡 或是影片簡介 才能 Krishna 可不可以這樣吧 謝謝 快速滾也讓她啦 工作人員 好 轉回來 我們從916公尼 台灣最高飛行傘起飛 在地起飞 101也不夠508公尺 起飛時也許是飛行傘 最需要勇氣的地方 因為你必須要一鼓作氣的 往懸崖衝刺 很猛耶,這個風景 這邊,完山慈喪的方向 第一個總彎是完山 在視線的地方就是慈喪 然後我們正前方 都蘭山 正前方是都蘭山 對,標高大概是1080 1708 其他的山在另外一面就是都蘭山 然後我們右邊 這邊蘭山,右邊呢 這邊整個陸地的位置 那地方又是探靈 探靈,喔 探靈,喔 我們來找看 我們剛起飛的地方 探靈山 剛剛起飛的地方 看到那個知己大哥 然後右邊下面 你看這個彎彎的路 就是我們剛上來的路 喔,真的耶 有沒有看到 難怪剛剛覺得 是要刺激 對對對,刺激很厲害 那個人比飛長還要刺激的一件事 對 所以你現在轉萬鐘 所以你再可以 我可以控制的 哈哈 大概飛10分鐘嗎 以上 像我們在飛這個飛行傘的時候啊 是可以控制它的左右跟高度嗎 還是高度 我們可以控制左右 但是高度必須 像你看 我現在也會覺得 往上抬或往下掉 那就是因為氣流的問題 氣流的問題 氣流現在有點會往上抬 對不對 對 會覺得 欸,好像盪鞦韆 不會往 然後氣流幫我們往上帶 那往上帶之後 我們可以去找那個 上升氣流的中間帶 那我們可以 可以 持續在飛超 比如說現在這個烏雲 你看 有沒有 有沒有 上去了 對 對 然後我們用這個雙手 這兩條控制車去趕去 之後 然後往上飛 這樣子 哦 對 你看 像這個有點晃的時候 可能我們是進在 傘 可能一邊是在氣流的邊邊 因為氣流它有上就有下 了解 所以那個傘 如果不是在正中間的話 它有一邊會滑下來 所以 你會覺得有點晃 為什麼人類向往飛行 好向天空 又有什麼魅力呢 這三次高空的體驗 讓我感受到 在天空 你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視角看世界 就在飛行場上 和坐直升機 飛機不同的是 你不只用視覺去感受 而是用身體去感受氣流 感受高空的風從你身旁掠過 你會想 哇 原來這就是老鷹的感受啊 而在飛行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 非常的美好 而且就是美好的一部分 在降落之後 你會更珍惜你自己 和身邊的所有事物 因為你又安全地 完成了一次飛行 而在天空中 你總是會想大聲地說愛 學生我愛你 我先三次大便 YA 啊我們等一下 如果風狀況允許的話 我們旋轉要像那個 你朋友要現在轉 它是哪一台啊 那個彩色那一台 喔 哇 然後我們的旋轉會比較緩 看起來很快 哈哈哈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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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為什麼他們在轉? 對 真的耶,為什麼他們在轉? 你看這是這樣子的 SPEEDING 人類發明了各種飛行器 實現了飛翔天空的術院 雖然依然無法像鳥一樣自由飛翔 但我們還是可以擁有一顆自由飛翔的心 YA 炒上飛行場成功 有關台東飛行傘 在我們影片簡介裡有更詳細的資訊介紹喔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點進去看 結束後你還可以去鹿野高台花場 教練還載我們衝上草原 超刺激 好奇 要換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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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沒什麼 甚麼 它就沒有所有玉可以 得 跟 按下小鈴鐺 還有追蹤FGAME IG 我們下次見 掰掰